全国运动会16号到21号 在新北市登场晚间举行了开幕的典礼 由网球好手罗燕勋 跆拳道好手罗嘉玲 一起点燃全运会的圣货 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候表示了 今年是台湾体育大爆发的一年 有这么多的健将绝对不受人 都是选手今年累月努力而来的 希望民众都可以透过转播一起来参聚 鼓励选手有更好的表现 共同引燃 胜利之火 网球一哥鲁燕勋 以及东奥台拳铜牌罗嘉玲高举火把 绚丽动画展演搭配声光效果点燃圣火 象征着110年全运会正式开始 正式引人 板桥第一运动场圣火燃烧 成为夜空中最灿烂的地标 亏为18年 堪称国内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的综合型运动赛会 全国运动会重返新北市 本届包办35种运动种类 7496名选手参赛 来自全台22县市 台中市长卢秀燕 以及花莲县长徐真卫亲自出席领军 力挺运动员 开幕表演众星云集 陈芳宇竟歌热舞气氛超嗨 还有专业舞团挥洒自如 今年全运会举办前碰上空前的疫情难关 新北市长侯友宜激动感谢 中央地方一条心守住疫情 让运动赛事 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总统蔡英文也说 今年是体育大爆发的一年 希望给予选手更多鼓励 也有好几位 大家耳熟能详的 冬奥的好手 来共同参加比赛 相信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全国运动会16号到21号举行 48名东京奥运国手 包含郭信淳 杨勇伟 李志凯等等 将在赛事当中大展身手 替代表的县市夺下夹击 而来信用环库俊俊雄 新北市报道